好在台中的五亿高中生命案 日前这个下姓配偶是被检方认定 未造文书假结婚 那全案呢 其实呢在六月的时候 一审结果出炉 下姓男子涉嫌 未造文书最确定遭判刑了一年六个月 那今天呢是迎来了民事庭 要来审理这个下姓男子跟赖姓高中生 是否婚姻无效 而这个双方呢 原本应该要有这个言辞辩论的程序 不过下姓男子没有到场 只有由律师代表出席 而今天呢依旧是还没结果 那法院呢也将在十月再开庭审理一次 不过呢针对这五亿的遗产 到底应该要归谁呢 原本应该只有下姓男子 以及呢这个赖姓高中生的妈妈 两边在争遗产 不过呢今天却出现了第三方 也就是赖姓阿公的原配的子女 也出来递宿状 表示呢他们也要加入这 征产的行列 那也代表说呢 这五亿高中生的遗产呢 目前有三方在争夺当中 以上最新消息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